当年纯小和纯妍戏的那一场婚礼堪称事迹最甜 二人的互动恩爱又甜蜜 尤其是纯小撩起婚纱的那一吻 简直就是现实版玛丽苏 当时的纯小眼中满满是对纯妍戏的爱意 可如今这段唯美的感情却发生了转变 纯小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迅速变成了一个保金风霜的男人 很多网友看到纯小的状态纷纷感叹 他眼中的光眉了 纯小和纯妍戏是一位拍摄神雕侠侣结诗的 当时拍这部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恶评 因为翻拍本来就是很难超越原版 再加上纯妍戏的小农女造型也是被议论纷纷 但纯小却站出来力挺纯妍戏 直言不讳的说 纯妍戏就是他心中的小农女 没过多久 两人就在社交平台上官宣了恋情 2016年两人变灯继结婚 并举办了那一场世纪婚礼 婚礼上那一幕 更是引起了很多拍婚纱照的新婚夫妇的模仿 婚后的两个人 滴得有甜蜜 很快就有了宝宝 儿子取名陈牧陈 单单从名字上看 就知道两个人有多恩爱了 本以为两个人正如同童话般的爱情 会一直走下去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 纯小从阳光少年变成了英语大叔 看陈延熙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星星 两人甚至传出了婚变 在参加电视剧盛典的时候 节目组瞒着陈小为他送上惊喜 可陈小看到妻子陈延熙出现在大荧幕上时 却是满脸冷漠 曾经叫陈延熙老婆宝宝 现在却成家人 曾经拍婚纱照无比亲密 如今接受采访 总是对陈延熙黑了脸相待 两个人从高调关系院到尴尬互动 不免让人起疑心 而陈小为出现这样的态度转变还要从2017年说起 当时有个名字叫做宁安东的男性 因为跟女艺人出轨 而与妻子离婚 其妻子找出了大量出轨证据 里面就有一位知名的清纯女神 随后曾与她有故合作的陈延熙 成为了网友们重点怀疑的对象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并陆续被翻出许多有关男女关系的陈延熙 虽然当时公司出面 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沉浸 但是却在观众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当年陈延熙凭借着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一炮而红 走的人设一直是清纯可爱的初恋性 在电影的发布会上 导演间编剧九把刀 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公开送给陈延熙一本极油册 还说和陈延熙合作过的男明星里面 一个都没有少 而后呢陈延熙的一段采访中说自己没有交过男朋友 但被网友挖出陈延熙早年在国外念书时 就有一个以结婚为目的的在交往的多金男友 陈延熙还为他写过歌呢 在辗转内地发展后和文章合作 共同出演了不二神探 两个人因举止过于亲密 导致陈延熙被曝介入文章婚姻 自从宁安东的事情之后呢 陈延熙的黑料越来越多 她的清纯形象和口碑都轰然崩塌 而陈小呢也鲜少与她有货互动 合体出席活动时也常黑着脸 一副皮笑肉不笑极度不情愿的样子 两人之前那些甜蜜日常啊 随之不服踪以漏 因为前后反差过大 常有媒体就传出他们婚变的消息 如今在时间的退役下 结婚生子的陈小早已经没有了 刚成名时朝气蓬勃的样子了 名气也有所下降 加之即将不如中年 她逐渐转型 不再走清爽阳光大男孩的路线 从一个玉面小生变成了沧桑大树 而最为可惜的还是那双眼睛 皆眼中失去了耀眼的光芒 取而代之的则是 满满的疲惫和无力感 这样许多曾经为她那不满心心的双眼 所折服的观众痛心不已啊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哦